他覺得沒殺傷力的 他不會講的 他會閉嘴的 他會爆料的 都會找這種下手 直播主小洪老師一次爆出 曾經被NONO性騷 甚至性侵的種種個案 最早要追溯到2003年 NONO一約吃飯 但要拿東西為由 帶電視台實習生回家 沒想到卻把他壓在牆上搶吻 隨後陸續幾年 都有類似受害者 對我毛手毛腳 然後我那個感覺真的是很不好 我就激勵的說不要 其實當時其實也是滿害怕 因為我才 那時候也才剛畢業 NONO因為是藝人 怕在外被偷拍 把F小姐帶回家 卻對他上下起手 還有101貴姐私訊小洪老師 表示透過臉書認識NONO 是很親切的大哥哥 某次說要來載他下班回家 但貴姐一上車就被摸大腿 NONO還說自己很愛絲襪 隨後就把貴姐帶到地下停車場 強拉進身障廁所 對他性侵 2011年同樣遭遇 與NONO要送受害者 一回家又強行性侵 還狡辯這次不算 剛才只是練習 先放過你 第三人爆出被性侵 則表示NONO連床都不給躺 應該是怕老婆發現 來跟你開始講 NONO出道多年 現在性醜聞一個個爆 還有在微信被NONO搭訊的網友 也跳出來 表示出自好奇復約 卻在車上被毛手毛腳 強穩強暴 更被NONO拉到後座插點 被性侵 如果對於女性違反她的意願 將她拖到廁所裡面 完成強制性交 其實已經觸犯了刑法 221條的強制性交罪 是可以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一次遭到20多位受害者控訴 NONO多年前 惡行惡狀浮上版面 律師表示 若一罪一罰 強制性交病罰上限是30年 若指控句句屬實 恐怕不是NONO一句沒印象 就能脫罪 三新聞周光人 來自台北採訪報導